比如说1,2,3,3次月考,那比如说加上百分比,也许你这边第一次是30%,第二次30%,第三次的话呢40%,假设这边有一个比重,三次的结果,那我们的成绩总,总分就不是用总,不是直接加总,而是必须还有乘上它的比重,就是比,就是百分之多少,那如果像这样的题目的话,一般哦, 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,当然你可以先,这个成绩成上什么,成上上面这个成绩,那加上这个成绩,成上面的成绩,等于是你互相再加上这个成绩,成上上面的成绩,那因为待会会向下填满,所以呢理论上会把11列,因为这些列不能动嘛,所以要把11列的地方把它锁起来,所以基本上会在11列的地方把它锁起来, 那这个地方当然一般习惯会直接按F4啦,不过我是建议你养成好习惯,就是如果你向下填满,就锁裂就好了,其实可以供锁蓝啦,因为蓝是向右填满的时候,才会,就是说呢,才需要锁,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只需要向下填满,所以只要锁裂就好了,把它打勾,然后向下填满,OK,那这样的话呢,我们可以做出, 不是只有单纯加填满,OK,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,你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,可以我们不需要做这么多动作,可以让它更简单一点,当然你用公式来做也没有错啦,只是说你要做很多动作,如果你的月考次数更多,或者是还有平常考等等的加填满,那其实会非常花时间, 那以填满里面的话,有没有什么比较直接的函数,可以达到像刚刚这样的动作,其实有的,你可以在数学函,数学三角里面,当然往下拉到sum,其实待会会介绍有关sum相关的函数啦,其实常用的包含就是什么呢,像加总,另外还有什么sumif,等一下会讲到,sumif用到的机会也蛮大的,其实它是两个函数把它综合在一起,一个sumif, 就是说,加总是有条件的,某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呢,在加总,ok,另外还有个叫什么sumif加s,意思就是说,如果你的条件不止一个,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条件,那你可以用sumif加s,后面还有个叫sumproduct,这sumproduct实际上,其实就是我们要的,你把它点选,你可以发现,底下有说明,传回多个阵列或范围,其实如果你选取的话,这个就是我们要的,你把它点选,你可以发现,底下有说明,传回多个阵列或范围,其实如果你选取的话, 就是一个阵列,其实在这边也可以称为一个范围,然后呢,这个什么呢,它的相应的元素,成基之种和,就是把它相成之后的,那不就是刚刚我们做的动作,所以其实你可以用sumproduct,那基本上呢,它这边有array1,最多可以到255个,所以很多的加总,很多的相成的加总,这个结果,那这个地方,我第一个范围就是这上面,假设我这个, 要必须要乘上底下的这个范围,那当然上面的部分,我需要把它什么,把它固定住,就按F4,那只要锁列的话,那你可能再多按F4,它会只锁列,可以按确定,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,它传进来的东西,后方会是一个什么呢,大瓜糊开头,大瓜糊结束,那其实在ecell里面,就是用大瓜糊来表示一个正列,也就是说你传进来的多个资料,不是只有一个资料的话, 好,那你可以用大瓜糊,把它刮起来,好,那后面还会讲到,比如说你要执行正列的话,还要配合Ctrl,Shift加e,Ctrl,Shift加e,Enter,它才会执行某个正列的动作,OK,那这边的话呢,把它按个确定,向下填满,OK,那这样的话呢,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地方的结果,那上面有同意,问到一个问题,就是那个rond, rond跟格式化,其实特别主要,rond取到小数点第几位,跟格式化是两回事,rond是真的,比如说你取到小数点第1位,它就是第1位,那即便是你那个,比如说这个地方,让它产生,产生那个格式的话,或者你把它变成整数,其实如果你rond取第1位,只是说它格式隐藏第1位而已,它的第1位还是存在,所以以后你要有关系说, ecell里面的格式跟资料是分开来的,你看到的不见得就是实际上存在ecell里面的资料,像这边的话,即便你怎么样,把它变成那个隐藏小数点,对不对,可是实际上,存在ecell里面,它其实不是存84,而是存什么,存84.4,除非你做什么事,除非你再把它变成整数的话, 那你就是在外面怎么样,再包一个rond的函数啦,就是我的习惯怎么把它剪下来,再插入一个什么呢,其实在数学里面有rond,比如说你要像上连同学提到这个rond,rond的里面,那你把刚刚的公式贴上,如果要取到整数的话,这个输入0就可以了,那如果你要取到第1,小数点第1位就输入1,那如果你要取到什么, 比如说负1,负1的话就取到什么,取到那个10位,整数在前1位,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用0,那按确定之后的话,这个时候特别注意,你会发现,把它向下填满,这个时候才是真的四十五路,也就是你这个地方,把它变成去到小数点,才是里面是真的是没有那个小数位,OK,所以也就是说, 你的概念,记得要把那个资料处理跟格式处理要分开来看待,两个是不见得你看到的跟实际上纯的是一致的,所以这个顺便提一下,那待会请各位做几个变化题,一样是VVA,那如果说我今天呢,觉得这个方法还是不够快,那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,那不外乎怎么样,前面一直做很多次啦,请你帮我做个按钮,按下之后呢,自动帮我 填满,OK,然后呢,也许多一个清除啦,如果这个这个按钮当然,清楚不清楚啊,这当然只是我们的练习啦,另外的话呢,如果你希望更快一点点,有没有方法,在插入函数的时候呢,帮我建一个所谓的那个成绩函数,那这个成绩函数呢,你只需要怎么样,跟实用者要两个范围,这个范围,跟这个范围,一样呢,它向下填满,也可以完成, 好,应该还有一项嘛,前面做蛮多的,VVA我一直强调,反正VVA两种形式啊,不外乎,这个就塞满嘛,这个就方选,OK,好,那请各位先练习看看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稍微了解一下这个,逻辑上的需求啦,那当然,在工作上面呢, 尽可能的你有更多的方法哦,你当然可以选择最快的方法去,就是在工作上去做应用哦,那相对的当然,你如果有更多的方法,用最快的方法,当然哦,这个效率自然就会比较提升哦,那只是说呢,如果你经常性会用到像 VVA的话,那这个VVA该怎么转型哦,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哦